-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Tanya - 這是Terrance - 今天我們要拍的影片是D-Cart平平領 - 我們在一起兩年多嘛 - 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- 因為我本來就是 - 算是中度D-Cart愛用者吧 - 認真看一下別人的故事什麼的 - 應該平均兩天我都會跟他分享一次 - 我就會在房間然後我就會說 - 寶寶 她說幹嘛 - 我就會開始念那個故事 - 對然後我念完之後我就會問她她的想法 - 這樣子連續做了兩年多 - 發現欸為什麼我不要直接拍影片就好了 - 因為這些議題啊 - 遇到的這些問題我們有可能會遇到 - 明明就已經在常常討論這件事情 - 平均兩天一次有時候一天還好幾次喔 - 我幹嘛不直接拍這支影片 - 於是D-Cart平平裡這個單元就誕生了 - 之後我不敢說 - 但是今天呢因為是D-Cart平平裡的第一集 - 我就點了外賣 - 然後想說我們就輕鬆一點 - 然後我們就邊吃飯因為我們兩個超級餓 - 喔我以為我沒有點那個原來我點了那個 - 好吧 - 我不知道啊 - 所以我們今天到底要聊哪三個東西 - 哪三個 - 等一下先吃東西 - 先吃一口很餓啦 - 我們有三個故事要聊 - 但是就其實就跟我們平常聊天一樣啦 - 這個是他們的Biscuit我不知道好不好吃 - 我沒有吃過 - 還不錯是甜的欸 - 他們家的薯條我不知道好不好吃欸 - 還可以啊還可以不差 - 嗯好吃 - 好吃 - 然後我喜歡喝Iceat - 然後喜歡喝可樂 - 好我先吃個兩口然後你再讓我那個 - 欸這個熱的還蠻好吃的欸 - 欸這個熱的還蠻好吃的欸 - 我特地就是選了那個時間 - 因為我想到他來的時候是熱的 - 嗯哼 -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皮不喜歡吃太多 - 我幫你吃 -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男朋友而負責吃剩的 - 這東西在我面前總是看起來這麼美味 - 欸很juicy欸這家 - 很嫩 - 它的肉很嫩而且有入味 - 它跟在Steven那家比 - 你覺得有差嗎 - 差不多 - 這兩家應該是整個 - 恩哥華我吃到的裡面 - 我覺得是排名一二的 - 喔哇OK - 啊這好我朋友真的爆起吃完 - 真的喔 - 耶 - 啊 - 我吃的 - 不錯啊 - 還蠻好吃的 - 嗯 - 嗯 - OK 今天的第一個 - 我跟你講一個大概 - 它的標題是 - 發現男友對前女友是全富男 - 你們還會跟男友AA嗎 - 全富男是什麼 - 富是富有的富嗎 - 不是不是 - 他們在這段關係中 - 這個男生就是出所有的錢 - 喔OK - 遠坡的男朋友 - 跟他前女友在一起的時候 - 是一個全富男 - 但是跟遠坡在一起之後 - 變成是AA的 - 我先問你 - 男生在什麼樣子的情況下會這樣 - 是因為當初發現 - 喔我不能全部耶 - 我發現這樣壓力太大 - 如果是我的看法的話 - 我覺得可能是他心態上面有所轉變 - 這個男生搞不好他的經濟這個因素 - 並不在他的考量裡面 - 嗯 - 他的那個價值觀有改變 - 因為有前任的這段經驗 - 我想的也是這樣子 - 那我這樣講好了 - 因為我覺得你身為男生 - 其實很難站在女生在這個情況下面 - 感受上去思考 - 以女生來說會覺得 - 我跟你在一起難道你是沒有那麼愛我嗎 - 為什麼會你跟你前女友在一起你可以這樣 - 但跟我在一起卻不想這樣呢 - 嗯 - 我想到一個男生角度的 - 這樣講好了 - 如果你是一個有能力可以全富的人 - 你現在交了一個女朋友 - 他在跟他前任在一起的時候 - 都是AA - 但是跟你在一起之後 - 從第一天開始 - 是理所當然的讓你出錢 - 你就是全部男 - 但其實你一直來都是 - 就是都會全富的 - 嗯 - 他跟前男友在一起的時候是AA - 但跟你在一起的時候是這樣 - 大概就是原PO這個故事裡面的感覺 - 角色轉換的話 - 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- 嗯 - 嗯 - 那你的感受會是如何 - 你說要我嘗試從女性的那個 - 沒有沒有 - 從我剛剛給你的例子 - 假如說我跟我前任在一起的時候 - 我們都是AA的 - 但我跟你在一起都讓你全富 - 我會有什麼感覺 - 我的感覺是 - 我如果得知了 - 你和你前任在一起的時候是AA的話 - 我會想要問 - 然後 depending on your answer - 我會選擇我應該要是什麼樣的那個反應 - 我該是能夠接受的那個型態 - 還是我不能接受 - 我覺得全部都看 - 你給我的那個理由是什麼 - 你記得 - 原PO原本的那個故事是說 - 他男朋友騙人 - 喔 - 當時是說 - 沒有他跟他前任有在一起是AA - 他是從他男朋友的兄弟那裡得知 - 他問他男朋友他說沒有 - 所以他男的騙人 - 對 - 你不能夠講 - 然後你還應該騙人的話 - 我覺得這可能就跟 - 經濟考欄有關係了 - 那也有可能是像你講 - 那個男生改變心態啦 - 那為什麼不能說呢 - 可是他沒有說他選擇騙人啊 - 所以我會覺得說 - 可能是因為這個理由 - 應該不能夠被接受 - 所以他選擇要騙人 - 好像有點合理 - 我們兩個人在一起這麼久 - 我們一直以來 - 我們其實都是五五分 - 最近大概一個月還是兩個月 - 上個月開始 - 上個月開始 - 我們才改成就是六四分 - 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 - 就是一個團隊 - 你們就是一個team - 在當下 - 你不能只是依照你自己想要 - 或是你對未來的渴望 - 然後就逼你的另外一半做一件 - 就他來說壓力非常大的事 - 他可能可以做得到 - 但他的壓力超大 - 那我就覺得沒有必要 - 就是一先一起分擔 - 然後未來是有共識的話 - 就未來有一天 - 他也會願意照顧你這樣 - 同意 - OK 來一點spicy的 - 這個標題是寫 - 以泰國浴需要坦白嗎 - 他其實主要就是說 - 他現任男友在前年的時候 - 才剛分手過 - 剛單身的時候有去洗過泰國浴 - 但是他沒有在他們兩個交往初期的時候 - 告訴這個女生 - 這個女生現在才知道 - 就覺得很光潰 - 有點想分手 - 然後這個男生的第一反應竟然是 - 我後悔跟你誠實 - 來 我們來討論這個 - 不然先發問 - 好 - 泰國浴是開始幹嘛 - 泰國浴就是你可以花錢 - 然後讓一個女生 - 好像也有男生的吧 - 我也不太確定 - 用身體幫你洗澡 - 用身體幫你洗澡 - 對 就是 - 就那你磨磨成特幫你洗澡 - 這也叫泰國浴 - 對 - 好不好 - 可是那個男的是在他單身的時候 - 做這件事情 - 對 但重點是他沒有在交往初期 - 告訴這個女生 - 他是一開始隱瞞 - 然後在一起的一段時間之後 - 他才跟他講 - 因為他覺得他可以信任他 - 去跟他講這個事情 - 是這樣嗎 - 為什麼會是這樣啊 - 那為什麼他 - 如果是這樣的話 - 那為什麼那個男生會說什麼 - 那女生第一個反應 - 他覺得很崩潰的時候 - 那男生就說 - 我後悔跟你成熟 - 就代表他本來就是想隱瞞 - 因為他就覺得他會生氣啊 - 我剛剛講到我們剛開始在一起 - 我們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- 他很多事情都會故意隱瞞 - 或者是刻意的說謊 - 刻意就是他有做 - 現在說沒有 - 是沒有到這種事情 - 但是就是有這類的事情 -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- 那你看我現在講了 - 那我們現在就在吵架啦 - 不是啊 你不講 - 這件事情非常的不尊重我 - 總有一天會吵架我 - 拖越久 - 這件事情的嚴重程度就會越大 - 你對你最親近的人在那裡隱瞞 - 然後說謊 - 就因為你不想要get in trouble - 這是一個非常不對的觀念 - 直男們改一改這個觀念 - 你應該要溝通的 - 你應該要去表達 - 即便對方可能會不開心 - 或是他可能會難過 - 你只要去照顧一下他的情緒 - 就好了 - 如果是再更嚴重一點 - 可能要請求人家的原諒 - 但是你一定要去面對 - 如果你們有一天想要走進婚姻 - 那你覺得婚姻裡面有這麼多的謊言 - 是好的嗎 - 是健康的嗎 - 嗯哼 - 之前那女生有開玩笑的問他說 - 你有沒有去洗過泰國運 - 然後那個男生還就是一臉鄙視的說什麼 - 他有怎麼可能 - 所以他說謊 - 對他是說謊 - 你會不會誠實跟我講呢 - 我覺得我必須要 - 以前的我的話我會選擇 - 我都不要說 - 我會騙你 - 以前的我真的覺得說 - 可能會引起紛爭 - 可能會引起紛爭 - 可能會惹你生氣 - 甚至把事態搞得很嚴重的事情 - 我就想辦法 - 不要讓他被觸發 - 不要讓他浮出檯面 - 現在的我的話就是完全改觀 - 就是我覺得 - 你背著他隱瞞事情 - 你不說 - 我就是這個從感情上面的角度來看 - 本來就是不對 - 這是一個Big Red Flag - 對 角度來看的話 - 我還會覺得說 - 你每天你都得要 - carry這一個 burden - 這一個包袱在你身上 - 它是一個負擔 - 對 就是你活在謊言裡面 - 你斷健康的感情 - 真的比我搞的是有的沒有 - 很累 - 對 - 就好好表達人家難過了 - 好好的照顧他的情緒 - 就這樣很簡單 - 因為你自己做過的事情 - 你要自己去承擔後果 - 對阿 - 現在現在反過來如果講 - 然後說我有沒有女生在一起 - 男生給的泰國瑜 - 假設有好了啦 - 然後假設說我沒有跟妳講 - 在一起可能一年後才告訴你 - 而且你之前有問過我 - 然後我還跟你說沒有這麼可能 - 然後後來我發現你有 - 對 - 我其實不會追究你有隱瞞 - 這件事情 - 我其實不會追究 -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實在太荒唐 - 我第一個問你的應該是 - 所以幫你做泰國瑜的是幾個男生 - 就只有一個嗎 - 然後他的屌大不大 - 所以只有一個 - 然後他怎麼弄的 - 只有一個 - 然後他的屌超大 -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可能就會生氣 - 蛤 為什麼 - 沒有啦開玩笑 - 所以不會生氣嗎 - 我覺得我會不爽 - 如果是屌小的話我覺得 - 你知道嗎 - 你知道嗎 - 沒關係 - 我們可不可以有素養 - 我們就要大香蕉 - 大家不要理他喔 - 我們第一支影片的時候 - 是 - 那個boyfriend tag - 那時候你溫和溫柔 - 給人的感覺就是一個很好男人感 - 然後現在在那邊跟我講說 - 我要知道我香蕉是最大的香蕉 - 最後一個標題是真的不要相信另外一半 - 他當初跟這個A在一起 - 然後自然而然就很相信C的另外一半說的任何事情 - 原波就常常不會把包包隨身攜帶在身邊 - 他在查他的信用卡帳單的時候呢 - 莫名其妙跑出一堆他沒有刷過的卡的明信 - 就有點懷疑是不是這個男生刷他的卡 - 截圖給他 - 然後就說 - 欸我沒有叫過這家飲料啊 - 可是你叫過欸 - 為什麼你的Full Panda能綁定我的信用卡啊 - 而且這些東西都是送到台北 - 不是桃園 - 原波應該是住桃園 - 他說我有給過我的信用卡給你嗎 - 那為什麼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就刷我的信用卡 - 啊請問那個男生住台北嗎 - 嗯 - 他說我的手機根本就沒有辦法綁定信用卡 - 真的很奇怪 - 加一加很誇張 - 從我開銷一個月八千多 - 瞬間漲到一萬八 - 然後這個男生就說什麼 - 欸我不曉得 - 如果真的沒有轉換過來 - 而導致用到你的卡 - 那我給你錢 - 後來這次發生之後 - 原波就有叫A要還錢 - 然後叫他把原波的信用卡刪掉 - 就從他那個綁定的刪掉 - 後來也因為這件事情跟A提的分手 - 就沒有聯繫了 - 但是近期呢 - 她又開始刷了 - 原波就 - 她就傳訊息問他說 - 這是你刷的嗎 - 我沒有懷疑過你 - 但是只有你知道我的卡號 - 然後就叫他趕快回覆他 - 她有打警方問 - 然後客服就說 - 是不同的門號刷的 - 如果很信任你才沒有換卡 - 如果真的是你的話 - 我對你感到很失望 - 然後他就把那個明信傳給他 - 然後說我會提告 - 然後這件事情大概就到這 - 就不了了之了 - 然後那個男的也沒有再回覆 - 對 - 那現在討論的事情是 - 假如說我沒有經過你同意拿你的信用卡 - 然後綁定我的Uber Eats - 點東西都沒有問你 - 你就有一天帳單突然變成很大一筆 - 我會很不爽 - 因為你沒有經過我同意就用我的卡的話 - 你就是在偷我的錢 - 所以我會很offended - 我應該會蠻生氣的我覺得 - 如果我這樣子對你的話 - 我覺得你應該也會跟我一樣超級氣 - 會啊 我會氣炸 - 對啊 - 而且我應該也會覺得 - 這是一件真的可以分手的事情 - 因為 - 對啊 - 你覺得這是一種影碼 - 而且這個行為本身它是一個 - 價值觀很偏差的行為 - 所以我是不能接受的 - 那我們往小一點去看好了 - 假如說是給自己的另外一半 -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的那個帳號密碼 - 你說他未經同意就 - 拿到一些東西然後自己開始翻嗎 - 不是 我是說在感情中你會不會願意 - 給自己的另外一半自己的帳號密碼 - 以前的我不會 - 因為我很注重個人隱私 - 但是 - 和你在一起之後 - 我就覺得好像沒什麼差了 - 騙子 - 你跟你前女友在一起的時候 - 你有給過她你的帳號跟密碼 - 我也啊 - 對啊 我有給過她 - 那你還說什麼以前的你不會 - 那你給過她 - 你就說以前你也會啊 - 我們剛在一起的時候 - 因為我也沒有想要她的帳號密碼 - 我好像有一次是出於好奇心問說 - 她有沒有給過她的前女友這個 - 然後她才跟我說有我才知道的 - 然後呢 - 我就說那如果我要的話你會給我嗎 - 那時候才剛在一起可能半年吧 - 然後她就說不會 - 然後我說什麼意思為什麼 - 她那時候就是說什麼 - 現在她的想法改變啊 - 她覺得那是唱隱私然後怎麼樣怎麼樣的 - 當時我就是不太能理解 - 我是那種即便有我也不會去看而已 - 但是你願意給你的前女友 - 而你不願意給我 - 這回到我們第一個那個啊 - 第一個故事的那種感覺啊 - 然後我就不高興 - 但是我也沒有怎麼樣 - 後來大概又過了半年吧 - 我就也有在提出這件事情的問她 - 那時候問題是說 - 能不能看她的手機 - 只是因為我想探討這個 - 而不是因為我當時想看她的手機 - 嗯 - 就是知道她一個態度吧 - 然後當時她也是說不要 - 我的手機 - 甚至我們剛剛在一起 - 在一年吧 - 我的手機是沒密碼 - 因為我是這個不care啊 - 因為裡面沒有什麼啊 - 你要看你就看啊 - 怎麼講 - 我們有時候會無聊 - 無聊的時候整天她自己的手機就是沒有什麼 - 因為我覺得就是 - 不然交換手機看也會 - 但我是沒有這麼做 - 最雙標 - 幹 - 她就是一個雙標仔 - 最雙標的就是 - 她不想給我看她的手機 - 但是她會看我的手機 - 就是很無聊的時候 - 我們兩個在那裡chill的時候 - 她可能就會我手機在旁邊拿起來的那邊滑 - 可是我說我想要看她的時候 - 她會覺得 - 如果我沒有問的話那就不行 - 喔有我記得這件事情 - 對 - 但是她自己對我是 - 她會直接拿起來用 - 嗯 - 檢討你啊 - 對不起 - 她那時候就說 - 她可以看我的 - 因為我不在乎啊 - 但是她在乎 - 所以我不能看她的 - 什麼歪理啊 - 她每次都跟我來一堆歪理 - 反正就不是正邏輯 - 給我講那種反邏輯 - 讓我就有這種 - 欸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- 的感覺 - 根本就不對啊 - 什麼奇怪的標準啊 - OK 事情過了很久了 - 最後一次講 - 這事情我講過三次 - 是 - 最後一次講她好像是說是可以 - 因為其實我也不看 - 唯一有可能會看的說是我的手機沒電 - 就可能我滑到沒電或是怎麼樣 - 好像有這回事 - 對 - 或者是我們出去有用你的手機拍照 - 嗯 - 然後我要用Airdrop Airdrop給我自己 - 喔對 - 會有這個情況 - 會有這個情況 - 其他好像我都會問她 - 也不是因為她說要問她 - 就是因為我就會問她 - 她自己自發性的會問 - 對 我本來就是這樣 - 那現在我們重新問 - 第四次請問帳號密碼FB的 - 是 - 是願意給我的嗎 - 現在嗎 - 願意 - 真的嗎 - 那我不要 - 你給我收下 - 我不要收下 - 在我們在一起這一段時間 - 就是我的那個心態其實一直在改變 -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- 你剛才回憶起這些東西 - 你要把它講出來 - 現在讓我也記起來 - 這些話我確實說過 - 就包括會不會給你那個手機密碼 - 或是給你看我的手機之類的 - 我當時會說不 - 是因為有一個心態就覺得說 - 喔嘿 - 你的那個個人的隱私都在上面 - 這個東西其實很重要 - 其實不應該輕易的給任何人看 - 當時我的心態說OK - 那這樣子如果這個東西 - 基本上是另外一個我的話 - 這個是我的隱私 - 我應該好好的保護它 - OK - 時間過久了 - 我的心態又逐漸改變 - 我們兩個現在是一個team - 我們以後要組成家庭 - 兩個人在一起 - 如果我不能夠相信它 - 然後讓它看我的手機的話 - 我會覺得說 - 我們之間的信任感在哪裡 - 如果我連這種東西都拿不出來的話 - 重點是它手機裡也沒有殺 - 我也不想看 - 這是個臭直男 - 就有時候我太頑固了 - 今天我們的Dcard評評理就到這裡啦 -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- 好累 - 別忘記要幫我按個喜歡 - 然後底下留言告訴我 - 你對於今天的這幾個故事的想法是什麼 - 別忘記要訂閱喔 -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們 -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- 大家掰掰 - 掰掰